Hello大家好 我是伊利 伊利带你看上海车展 现在我身后的这一台车 是来自于哈佛的骁龙MAX 这一台车 它的外观方面 据说是根据国产战斗机来设计的 是不是我们在车头部分 看出了它的战斗气息呢 首先我们来看到 它采用的是一个无边界的中网格山 同时它的中网格山的内部 采用的是一个菱形格的元素 另外我们能看见 它下方采用的是一个梯形横条状的设计 这种横条结构 也会在视觉上面让我们看到 它的车头会显得更宽一些 更有气势一些 另外我们能看见 它车头灯部分采用的是一个梯子的形状 整个车头啊 我觉得还是偏向于方正姿态比较多吧 另外在车身尺寸方面啊 它的车身长度是2800 我们看到它车尾部分的车尾灯呢 采用的是一个双层尾灯的设计 还有就是在它的后包围处呢 的两侧 它采用的是一个镀铬元素的拼接 让整个车尾看上去会更加的灵动一些 那么坐进它的车厢那一辆 我首先感觉是它的仪表台 以及中控位置是稍微比较高一点的 是形成了一种环绕立体式座舱的感觉 坐上来啊真的是安全感满满 另外我们看到它是首次尝试采用的是一个三块大屏的处理 12.3英寸的液镜仪表盘 以及它的副架前方的娱乐屏也是12.3英寸的 中间中控屏呢 搭载的是全新一代的CopyOS的系统 那这个系统呢我感觉它的这个应用功能啊就跟Pi的比较类似 感觉还是非常全面而且很好操作的 手机的无线充电 那整个它的中控方面呢是比较偏向于机甲元素 下方做了一个掏空能够放下不少的东西 质感方面的处理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面积的采用的是真皮的包裹 在动力方面啊它采用的是长城HI4技术 它搭载的是1.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加双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了解到这台哈佛骁龙的全部信心啊 我是伊丽 咱们下一条视频再见吧